有玩天堂系列價值觀會崩壞 欸 我覺得我是認同的啦 應該說你的價值觀會變成另外一種感 就是可能會有改變啦 但是到崩壞 我是覺得還好啦 我是覺得我有那種大開眼界的感覺 我當初一開始玩天堂 我想說這個遊戲我最多花五千塊 不能再多了 結果沒想到一花就是 我第一次價值觀崩壞的時候 是我第一次買精準射擊的時候 那時候我買彈的價格是13萬鑽 我想 哇 一個技能要台幣7-8萬 這麼貴 我那時候就覺得傻眼 然後後來買了惡魔王公我就覺得 一個武器要5-6萬賺 蛤 傻眼 昨天阿倫台人說五月在高倫這邊 綠葉一天2%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我跟你講五月這支帳號在這邊對不對 我上週的Top啊 打了15億 五月大概打了25億 他比我多10億啊 那我一天可以練1.2 1.3 所以五月這樣推算起來是接近2%啦 接近2% 沒有2%也接近2%了 所以他那支是很誇張的 目前我跟你講土區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我的小地圖啊 我掛這個位置 怪是最多的 怪最多點就是這個三顆石頭中間的三角地帶 你站在這個地方 怪量是最多的 土區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法師的話 你要練功 這邊怪量是最多的 三個怪 三邊的怪雖然沒辦法完全吸到 但是 都能吸到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的經驗值是最高的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站在這裡不動的原因 我在這邊如果吃經驗藥水跟袋子啊 沙哈文漾半圈買的情況下啊 一個小時大概是0.55% 給大家參考 主隊不會比較好練啊 單列一定是最好練 主隊絕對不會比較好練 怎麼樣的主隊會比較好練呢 兩隻集體相近的法師 同時站在同一個點一起砸流星雨 這樣的話主隊會比較好練 如果你是跟一隻打的比你慢的集體組在一起 那你一定會被他拖累 給大家一個觀念啊 天堂鞭這個東西 主隊系統的經驗值是有加成的 我一個人練 假設一隻怪的經驗值是100萬 兩個人主隊 這個怪的經驗值會從100萬 變成可能110萬左右 就是他的總體經驗值是會上升的 兩個人削減到的經驗值不是直接除以二 是除以二再加某一個係數 但是是會提升的 所以越多人主隊分到的那個 怪的整體的經驗值是會上升 我相信有些比較敏銳的觀眾 應該有在觀察那個經驗值跳動的量 應該知道了 兩個人主隊整體的經驗值會變多 但是個體的經驗值要往上拉 必須是機體相近 才有辦法 綠葉就1%多啦 1.1% 1.1%吧 那這是單掛啦 平常如果跟人家主隊大概就0.6多 0.7就極限 我一天可以練1%多欸 89等 支配我一天大概就0.3 0.4 0.4左右 練大概3倍快吧 支配了3倍速度 跨服品有大事發生了 大會報告 冥王沙蒙玩家昨天被二轉死了 111次 這就是天堂喔 天堂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在這種地方 真的很誇張 天堂這個東西有一個設定 就是說你死掉啊 你最多可以死5到7次嘛 再繼續死如果沒有貨的話 你經驗值就沒有辦法數回來了 所以代表說他的經驗值啊 可能他如果被打死111次 等於說他損失了接近100多次的經驗值嘛 算100次好了 一次算5% 喔 少說損失了500%的經驗值 也就是說他會從 假設是88等 他可能會從88等掉到 80出頭等 81、82等 如果真的有人被轉了100多次 那真的是蠻慘的 真的是蠻慘的 很慘真的很慘 喔 這經驗值要練回來 真的大概要花 可能至少要花3個月了 經驗值就算了喔 可能裝備如果他也是紅人在噴掉的話 身上裝備又很好 可能就是幾十萬賺的價值 甚至幾百萬賺 為什麼不尬非迪某 他是法師不好尬 尬不太非啊 喔這活人欸 還黑手我 這什麼 沒雞雞 哇靠 這傢伙這麼兇啊 這傢伙怎麼這麼兇啊 大致若語 在兇什麼啊 沒被插過是不是啊 沒被插過是不是 算了我不跟他浪費時間 哇靠這隻傢伙在這裡啊 這雞八毛把我的位置卡住 我先把他幹飛啊 那我的掛點 回歸一下 強我的掛技點 這妖精真的痛嗎 臭你的 對 哦我就是要進這個 頭 幹 怎麼那麼痛 他是不是打了針或吃了藥啊 哇 他肯定打了針吃了藥 他打了針吃了藥 真的不認真對付他不行 要用一個頂級配置跟他打 不然真的打不贏 贏老師啊 有沒有看到我這是明顯的比較撐啊 這就是藍耳的功能啊 幹 怎麼那麼水口去不到 哇靠 幹 真的都恐懼不到耶 今天是 我的恐懼壞掉了 沒道理啊 沒道理啊 哇 怎麼打不飛 喔 按到手痠啊 手有點痠 手有點痠 沒魔了 投降 下次再來找他 幹 手好痠喔 他有在轉魔品啦 他有在轉啦 不過就算是轉魔品 我應該也要幹飛他 他打了針吃了藥 他打了針吃了藥 肯定是打了針 或者吃了藥 哇 他肯定打了針吃了藥 他不贏耶 大家好 我是林無聰爺爺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 分享小鈴鐺 喜歡按喜歡 不喜歡按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對我說的話 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應該吧 呵呵不不